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下节目含粗言为语 只适合成年人收看 18岁以下人士 请在家长陪同下收看 敬请留意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香港酒店外面的交通如何被黑的、黑的、黑的、露宿 无论帮衬 路面非常地势失 迫到其他路面使用者都犯了交通规例 这一件事 那些CC机全部都很英俊 近镜 全全拍摄了 给了一条鼻毛都看得清清楚楚 走不走 我们这个节目其实有不少警务人员看的 有 你说真的吗? 是说真的 你怎知道的? 因为我有个亲戚在当差 哇 黑警 哇 你是不是演仔 滲入我的电台里 不是 那天我亲戚跟我说 我也不知道原来他还要做交通警 是啊 那你没有发觉他叫我亲戚不濟 因为很搞笑的 那次我看到他就指着我 是什么事提 我有看你的节目的 那一刻我都不知道他原来是警察 然后他说 我有看你的节目的 然后我问他 为什么你会这么喜欢看我们的节目呢 啊 工作需要 哦 因为其实我当警察的 我做交通警的 有时候有些事情 是要看你们的视频才知道的 不是吧 对前报科做什么呢 我说 我也不知道多不多谢他 但是他说 他常常看我们的节目 我都觉得 需要开他的名字 和他的警战片 没有了 是亲戚来的 那没办法 现在网上这么发达 不用问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我真的 你亲戚也是这样说 我好像有不明白 为什么现在政府搞得到 我们私人在民间里面 差不多要执法和巡逻 就是假和尚 我们也搞假和尚 我们也正在形成一些 捉大陆黑丐 丐帽 丐帽 对对对对 也有很多网友支持了 加入我们 如果大家想一起去捉大陆丐帽 也欢迎 你WhatsApp 去9810-8874 或者打电话 上来3955-8673 给我们的电话 那我们会加入 主要就是在农业生年期间 希望大家 留意一下 在香港里面 有没有人利用小朋友去行黑 是 因为曾经有网友 是见过在旺角里面 有些烂口烂面 四肢不全的小朋友 是被利用来行黑 是 所以我们也是呼吁 我们想做一队的民间抖察队 偵緝有没有这些大陆丐帽 在香港出门 因为这些是对香港社会的生态 是影响深远的 非常严重的事 没错 那我们在第二个时候再说 那我们再说 先说这个的即使判官 刚才我们去完广东道 也有一些不好的消息 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先播一播视频道 谢谢 这里是荃湾 刚才那个蓝色衣服的长者 他已经是六十多岁 也比了一个六十多岁 应该是校巴司机 是校巴司机 幸好校巴司机里面的小学生 全部都有保安全带 一撞 这个蓝色衣服的老人家 便飞开几米外 当场是死亡的 那我非常不明白 为什么会有这种意外 会发生 两位有什么看法 那我看得这么巧 飞机床子腰 真的 一个是心急 一个是想冲黄灯 黄灯尾 黄灯尾 要转绿灯 为什么要这么急 要过马路 黄灯尾就转红灯 由司机的角度 他绿灯 接着遇到黄灯 他是有足够时间 他可以过到的 因为其实 有小孩在这里 他可能也不想 他在这里 正常的感觉 司机是黄灯 要变绿灯 很明显 红灯之后 是什么灯 红灯之后 就是绿灯 黄灯 不是 错了 你没有考牌 很多人就问 红灯之后是什么灯 司提 黄灯 忍你胖 红灯就是红黄灯 是这样的 红黄灯 接着就变绿灯 你怎么会看 是什么灯 又对 他就看到红黄灯 但是绿灯之后 就是黄灯 就是红灯 接着就红灯 红黄灯 他看到就变绿灯 就是变绿灯 那种灯 是的 其实很大机会 你不想做些小孩 尤其是小孩 如果阿叔 摆明是红公仔 红公仔 就冲过去 是的 你看到他 自己也知道 跑着去 照片的冲击力也挺厉害的 玻璃都掉了 头的玻璃都掉了 而且 头的车头也有凹凹 是的 所以那一刻不少 但是 没有必要这样的 马路 有时候很有趣的 老人家 不知道为什么他们 循着年纪越大 会做什么都很心急 你看到他是 冲红枕过去那一车 觉得他自己比较快 是的 是的 但是我觉得 另外有一件事情 其实之前有个人冲了 是的 看到前面的人冲了 也有可能被他影响了 还是前面的人 抢了两个人 把他追着追回呢 警方说没有暴提供 我发觉有几个问题 这种这么心急 飙行 以为自己是流逆师 短跑 或者是那个叫做 寶特 你新一些 以前的流逆师 寶特的冲过去 老人家我很少见 我见得多是什么东西呢 漫游 是的 够理你 投识 我不想起 我识文 我看不到 总之你 现在开车的你就要让给我 是的 我见了很多老人家 是这样的 特别是西营盆 西营盆畢竟是一个老区 有很多老人家 就是这样的 譬如我们上去潘咸道 转进去第一、二阶 他不停 他是Jwalking过去 就是这样的 或者去到基尼地城那边 有很多的 有红绿灯 他们也是不让你闪过 或许你急 我也是这样的 而且他不让你急 为什么 可能他听不懂 是的 是这样的 或者他可能是想你撞到他 你看到一些老人家 都是有很多 但我这种这么充衡的 我真的很少见 或者他根本不觉得他是老人家 他仍然觉得自己是年轻人 赛跑冠军 但是是50年前 是的 真的很可憐 年尾流流 这样就没有了生命 他那边是真的差两三秒 是的 忍一忍两三秒 五个就可以了 还有 那条巴马线 如果他是一些旧街坊 可能他就习惯了 因为在早几年前 那条马路是扩阔了 可能他以前跑惯了 但现在他那条巴马线长了 他又觉得我照跑到 街坊 你明知道那里 只要那里不是十字路口 没有其他车 只要是红灯的司机那边看 他就必然是鹿公仔 因为他没有另一个路口 还要再说 全湾是全香港18区 道路系统 尤其是行人天橋道路系统 最完善的一区 为什么你不走行人天橋呢 这是确切的 是的 这个是 阿九哥 你觉得这个校巴司机 由红灯变绿灯 这样不收邮 会不会在这宗街坊 以外被跌为危险駕駛呢 这个要政府化验师 和警察搜集证据 如果证明他是没有车车 有机会告他 他很明显没有车车 因为有没有车车 虽然全部都是小童 我们常说 你本以后就好像在车一口 突然上他人对出来 但这点是对的 但司机应该有责任 要预备有这些 突发事件 有危机在那里 是的 要预备 虽然那里没有车车 但我又没有超速 人突然飙了出来 但是在駕驶态度 那并不是完全正确的 这个 这位老人家 赔上自己的性命 令到这位校巴司机 这次的这位水势也不断清 還可能一車裡面的小學生從此就有露面的恐懼症 我真的奉勸大家 如果你的家裡有老人家 你真的跟你的老人家千叮萬足 遵守交通規則 有斑馬線走斑馬線 有天橋還天橋 現在你年紀這麼大 其實不大 走多點路沒問題 因為香港政府定性了 65歲也未到老年了 80歲也未老的 走多點 還有我們有時候我們也會遇到的 駕駛駛駛林天江 他們很快的 他們出門 我知道為什麼 他們有小孩在那裡就未必這麼快 他們說了去接小孩的時候 他們就大了 因為他們知道這也是家長最難實路的要調 很多家長的車子都不想到 都不能帶小孩進來 有時候還要等 一個等了 下一個就調你了 就沒有油池了 最慘的是你還要盡視 還要盡視 然後被校長看到 你這個司機做什麼事 換吧 校務主 換個地水 所以他們就很快 有時候早上看到 我很快想到 其實家長應該不要讓小孩回落 就不會有這種意外 這樣嗎 可以嗎 其實應該這樣說 我做一個家長 為什麼要搭校巴呢 這是我一向都尷尬人家的問題 你家旁邊有一間學校 你不願意走遠遠回到學 坐到老舅那麼遠 跨他上學 是你笨蛋 你兒子還沒睡覺 八癡 勁聯 還在咬著麵包 還要搭校巴 是不是很划算 我家旁邊 回到八點半 八點九 你六點就要出門口 你想想那個小孩 差一小時睡覺 他就全程痴癌 影響發育 影響心智 影響青春期 不懂射精 沒有夢為 你整輩都是這樣 雖然你花幾千元 你花得起 但是你想想他每天 每天不太多 三十分鐘的時間 拿來玩是不錯的 沒錯 還有一些家長 如果是因為社會問題 政治問題 可能原區的學校 不收你的兒子 這個沒辦法 但是如果是家長主動虛報地址 明明你住大埔 你特意報到九龍堂 那你真是該死的 我幫助我的老朋友平凡 他讀這間是很近的 就算是搭花市幾個站都到的 但是我來玩這間學校 就把學生拘捕到 那些學生死了 唯獨是 已經有試過 有學生是頂不頂上去掉頸 為了他兒子的平安 和他將來的心智發展 和培養他 繼續有學習興趣 就去一家的國際學校那邊 就是要跨區 由西半山要搭到天后 也是迫著 這樣就不怕 因為沒有功課就好 這樣就不怕 小孩也很開心 不過說 由西半山到天后 也不是一件很遠的路程 就是半個小時內 就必到的了 如果不失車 如果家長有這樣的出發 怎樣呢 就是不想他這麼新 但是 由西半山 搭到窩打老道上學的家長 你就真的吵起老母 拿個春袋出來 拿個燒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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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馬灣有試過車過去 西半山這麼多名校 我正在說你 你知道我在說你的手足 你很肯定不得到你的老婆 西半山這麼多名校 聖心在博富林道 聖士提反堂在家旁邊 聖士提反堂在家旁邊 聖士提反女校 你去看房間那裡 昨天在行醫院 那間叫什麼 聖士提反 還是給你羅斯 不知道什麼 在尖沙咀那裡 紅磡那些 跨區 由西半山走到隔壁的過海 小孩 乙子 乙子 每天 神不得到 被洞去上學 你不是娶港隊和言三代嗎 是的 你這樣出發 真的有問題 是否和言三代 我真的想不相信 聖士提反女校 很不忍不忍那間 全家產學校 是否有些人搬 屌子 全家產 變成家當 都要搬來西半山住 有這麼多好學 你不就走去另一邊 真的有趣 真的有趣 特地為了搬 可能是為了小孩 想讀那間學校 特地搬去那一區 但搬去那一區 又去了另一邊 對呀 你真是欺負頭 你真的不忍不知 說到一個好想的事情 其實你真是很難搞的 證言路面上 有很多變幻的 為古不忍道 就像這個屯門公路裡面 出現一個 一個光瀾七怪 柯鎮學的同門 暗氣鐵泥疾 鐵泥疾 鐵泥疾 或者是醫害還是隔壞派 這個應該是醫河派 把鐵泥疾的照片放在9號裡 你看看 你是不是瘋狂的 這些是手製還是什麼 淘寶也有淘寶 一元過的 淘寶也是吧 淘寶也能放到你 淘寶也能放到你 為何那些梁民道 台灣輸你 你不是放到香港鐵泥疾 你能放到你 淘寶也能放到你 還要一元就這樣 如果能放到你 他們可能包裝了另外一件東西 總之淘寶也能放到你 為什麼你吹氣弄了 變成雜體 總之淘寶也有朋友上去說 一元一個也有 一塊一元便可以 好 再上來購物 十後 也在公路裡面 真的可以收納這件事 我回來 九哥有些事情發表 關於鐵泥疾的事情 剛剛過了一個星期六,再對上一個星期,開始發現有這些鐵黎稅的時候 我們收到很多行家的消息說,屯門公路也有,萬善,大埔的套路港公路也有 我們當時已經是,那幾天大家都有互傳消息,有啊,有手足發現,那幾天的情況是很緊張的 聽到有些人說,屯門公路也有什麼拖車人,太普 有一隊像比利哥和林康正的拍檔,他們就在旁邊躲起來,突然聽到 類似比利哥的拖車師傅,拿了一包紅蟻出來,摺著了 怎樣了,想不想幫忙 林康正就開車,師傅是不是要拖車 林康正就說,剛好,環港驚覺啊,快點啦,快點啦 林康正就說,或者是輪胎,但是有些人說,輪胎未必會拖去換胎的嘛 最後收到消息說,其實我覺得未必是拖車或者換胎的地方 林康正就說,因為你始終有機會會調查到你,可能是捉到你的嘛 就是很正路地去想你的方法 林康正就說,還有做生意,我覺得如果他有差不多的規模 林康正就不優胎做啦,有花頭黑嘛 林康正就說,也有些朋友認識拖車師傅 林康正就說,我們拖車這行業是不會做這些的 林康正就說到誓臣病院 林康正就不優胎做啦 林康正就收到消息,最後確實 因為他的第一宗是深井,在深井青山公路那裡 警察就請了一個住在那裡的居民回去 是,協助調查 協助調查 內部的人傳他很吵啊,那些電單車啊 尤其是電單車啊,那些四沖程的那些很吵 或者有些跑車,有些朋友可能是游車的 林康正就說,一手抓太一手抓太一手抓太 林康正就吵了一下,可能是一個惡作劇 是呀,這個惡作劇 這個情況就像以前在巴士前一陣子在巴士上放針 不知為何他特別討厭 林康正就說,喂,他在深井,為何屯門 屯門公路,道路港公路也有 然後有些朋友說,是呀,那你放針 為何你這麼多巴士,幾輛巴士都有 就是這個 林康正就是這個 還有,我相信是淘寶裡面大使宣傳的一元一隻 他很小玩啊,對他玩放煙花啊 這樣行不行啊 但其實,九哥,那幾天大家互傳消息 但是那個東西這麼小,你怎麼去看呢 你開車都看不到的 其實有些師兄說,其實他不是一粒一粒放的 是一堆的 審下去 是啊 即是鴨派人,然後這個派人 對 這樣就走上天橋裏面,淘寶散花 對,如果這樣,左中有三條線都中了 通常都是上面有天橋的位置中招 那不一定的,駕駛車丟都可以的 我想問你一個問題,九哥,如果真的這麼不幸地 原本公路或者任何的高速公路裡面 中了這些鐵泥疾,會不會有即時的危險 好像譬如看特技片,中了一隻就 然後反擊產 首先我要糾正你 我先要糾正你,香港是沒有高速公路的 只有快速公路 那在快速公路那裡 如果你的時速有一定的速度 如果尤其是有些輪胎舊了 或者輪胎沒那麼漂亮 就真的可能即時參穿的 爆胎的 如果你的輪胎比較新 即時爆胎會不會 看電影的 會的 會的 你的輪胎會失控一定是搶的 如果尾輪就好一點 你頭輪就很危險 前一帶動 因為你會轉向的 所以都是老身常談 鎮定 鎮定 駕駛唐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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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說死掉被拿 要馬上駕駛它 盡量讓它慢慢留停 先拿回直線 那做這件事 就算你真的不幸運 原來在摩頂的時候買了屯門公樓 很貴 那你每天晚上就不知道為什麼 一定要開餐 開餐就要早上班 但你睡不睡不睡 我也很明白你的慘況 但你是香港人 你作為一個共業 你一定是在香港買樓的 在香港買樓裡面 買到這個地區 你無論考察局這麼嚴重 買了你不想租樓 抵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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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 如果你有足夠問題 例如這些人在鏈車 看命飛車 投訴 向你的區議員反映 你為何會這樣 可能他就說 我投訴了一次 我跟屎堤說過 屎堤也沒有理會我 我不回覆 WhatsApp 他就異讀不迴 搞到我現在反映到屎堤要說屎堤 因為屎堤不是議員 那麼簡單 那真的很明顯 因為業界也沒有一個露面使用者 或者運輸業的真正有擔當的議員幫你們發聲 那你不是屎堤 亦都是那樣東西 你選了什麼傻堤的人在議會裏面 那麼深井選了那個就該你死了 我真的在說該你死了 你選了什麼人進去 真的是共業 我們的運防局局長 那個江頭昇 挺混亂的 那個傻堤的 我想先說一件事 大家可能有時候都會覺得好像在香港 百刊豬刊投訴都沒有人理會你 說了話跟蒙祥說話 或是跟空氣說話 亦是廢不廢入的 那麼在南韓裏面 但是別人呢 你們真的要學一下他 搞了一輩子 搞了一輩子 香港人就完全沒有這些勇武 我給大家看六號的照片 屎堤 你以死說真的 屎堤 要玩到自焚了 你留意一下 是再有 是再有的CCC自焚喪生 抗議推出 你這個香港的士兵不是沒有耐用 為什麼你不要說南韓的CCC自焚 抗議這個共享的 他真的要勇武 人家是紀律激進 真是的 九哥 你是大頭 他連人帶車 我覺得這真的要勇武 共享的程式是什麼呢 又是Uber 類似的Uber 一起搭一輛車的 我回來了 其實現在大陸 即使大陸 滴滴都被他打壓 因為發生過幾宗事 非禮物 行間 監察 開始很質疑 很多省市已經下架了 這個就是 非法白牌車 韓國那邊的行家 一向都是說明的 以死相抗 你看 人家有逆權司機 逆權司機 拍攝政府不義的事情 問外國記者 去將國家難看的事 公之於世 現在有不平等的非法白牌 接載車 以死 自焚去發洩 香港司機 九哥 我不敢叫你大頭 不如鼓取一下 你撿這些行家這樣做 我們先拿第一張照片來看看 第一張照片 第一張照片 你明天真的要他們自焚嗎 明天就不用住 要去精總自焚 大家都看到 明天早上八點 就會有一個正總抗議行動 第一站我們當然要找最大的那個 林鄭月娥 我們會去特首辦 第一站集合 也是要求他面對現在業界的訴求 即是堅島上海不理那裏 是嗎 是 談到上海不理你 不是上海不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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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正總的辦公 特首辦公 不是你賓府 我們有些要求 現在臨時 其實我們已經職聚了 職願 我們給五號圖看看 五號圖 麻煩你 五號圖 五號圖 但是死了一個懲罰 有漲漲漲漲漲的懲罰 對 但是你是問責官員 是 你一個人都不問責 怎樣去做 很多傳聞 那你會不會 那你會不會 鑑山燒死他來投訴 所以呢 他真的想過 如果真的會出不出來 香港人是兩個旺狗 自己自焚 那他就一直焚他 就是焚他 最後大家都看到 有傳聞 他跟Uber 就握手 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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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傳聞 傳聞 就是傳得很重要 明天我們有個 是否陳茂波引入Uber 不是 是 有些人說是邱騰華 邱騰華 是邱騰華 好了 我們二三四的照片 一路去 第二號 二號照片 麻煩你 這張就是 說他暫時 有幾多人 因為不反對通知書 是其中一部分 是林宗宗的朋友 明天 因為 稍後就會說 有什麼 公會參與 但是他們很有眼光 就聘請了一個 總發言人出來 因為他又英俊 又懂得說話 又大放 沒錯 那位是總發言人 大家可以看到 麻煩你三號照片 明天的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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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 如果是看重溫也好 怎樣也好 留意一下 麻煩你 是 明天的行程 明天 是 明天的行程 某個人 這就是 明天的行程 三號和文哥 因為白牌車已經包含了,而這次的意義正如剛才的第一張照片,團結 我們也是這次的一個,可能有些朋友會說,你又是接接一二百人,十幾二十輛車 但這次的十幾二十輛車,我們的高潮就會有一紅一綠被我們推斷它 你沒有人用過推斷自己的車,當然是推斷政府的車位,推斷那些車輛 告訴政府,就是Uber,以及白牌車來摧毀我們這個行業 老實說,你們應該有十幾二十個車輛都可以推斷,不過我提議各位,記得要戴手套 這次的最大象徵是正如剛才所說的,主題就是團結,為什麼呢? 因為這次幾十年以來,海人破天荒兩大陣營,解釋什麼兩大陣營呢? 那些小韓就是,不是紅藍,不是那些,而是黃藍,黃絲藍 因為的士的招逃派,的士大家都知道,你又要有車,還有司機 兩個陣營呢就是,一些是老闆,我們叫做老闆,排主,持有人 另外一個就是司機,所以兩個陣營 你兩人都入一了 哈哈哈哈 這次是怎樣呢?有四大,其實不僅是四大的,是大大小小,最少是二十個會參與的 而我首先講四大會,就是香港的士小巴商總會,司機從業員總會, 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的士司機分會,還有這個推動的士發展聯會 有這四個最大的會是全力支持,其他會都會有代表參加 其實這個就是多鞠魚的,這麼多個會,其實只有兩個會,有的士商家會,有的士司機會就搞定了 所以他兩大,我就叫做兩大陣營,一枝竹要移截彎啊,是不是? 你知道我們在的士本宮也反映過,在歷史裡面,為什麼現在又這麼散呢? 就是希望你們散,就是散了,如果你們散了,如果你們散了 我開始看到大家是有凝聚的,即使也是散,但是開始慢慢會凝聚 希望大家給我們多點時間,而我們這次也很高興看到大家的反應是OK的 當然越多就越好,希望大家不要洩氣,聽我說又是幾十人,有時候的事情就要慢慢來 因為真的大家散了幾十年了,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辦到的 我希望你們明天可以做到的事情,大家每次都以華為貴 大家有共同理念去做好自己的本分 當然,你們吵架,非法扒扒車,非法的貨車鬥客,這件事是不對的 我也是完全支持的,在士本宮的立場,任何非法的事外都反對 絕對 不是懲罰給人分,是你給人分 我們其實開會也有研究過的 這些事情 證明不會有好壞,不會有好壞自己 不會,我們會覺得,其實很多理事長或者會長都會覺得 其實的士真的要撿一撿,不是撿一撿,大改革要做的 但是政府也要有好配合的,其實我們有時候,我們都會說 很簡單,如果抓到那個駕駛白牌車,我們會說,喂,釘人,釘牌 但是我們都說過,黑的,不會跟你做扣分制,為什麼呢 因為我第一話就要你釘牌,第二話就要你釘牌,第二話就要三年 第四話就要五年,到你都老了,不能駕駛了 基本上已經是給現在一個很大的警惕 希望你們可以團結到和政府聽到你的訴求 不要找一些高級,僅高級過一個掃地亞嬸的員工來跟你聊天 最重要的是,不要說,有九哥可以去 或者說,喂,我不用賺錢嗎 那你真的死了,九哥做了這麼多事情,你們都在吃花生 如果九哥爭取到那個時候,你們就說,哎,好啦,好啦,好啦 這樣沒有意思 我不是九哥記住,不要自焚冷靜 哦,冷靜一點 我看到有人自焚,你現在拍下來,會不會破 我會立即拍下來 其實最好呼籲,希望這麼多位行家 或者打理人,或者車主,或者車行的老闆 希望大家,即使是三兩個人 不要經常說,我一個人出來有夠用 每一個人這樣想,那就真的沒有人出來 但如果每間行,每個站頭 只要兩三個,你想一下,就會有幾百人 政府相對來說,他的壓力就會變大了 好啦,今天時間差不多了,我下個禮拜一 再跟大家見面,希望九哥明天小心點 即使下個禮拜回來,不要焦掉 不要焦掉 不要焦掉 燒就燒政府 好啦,再見 再見,再見 拜拜